位在西区的台中文学馆原本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宿舍 经过市府修复历史建筑完成之后 现在变身成文学餐厅 以日治时期三大师舍之一的历舍延伸为名 结合多位作家的生平故事开发出各式菜单 这天也特别邀请民作家亲自下厨 邀请民众一场文学入菜的滋味 木造的日式建筑和景观这里不是日本 而是西区的台中文学馆 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宿舍 经过修复后 现在甚至还在一旁开启了文学餐厅 我们保留下来六栋作为展览 相关演讲活动以及作为餐厅的营运 在这之前我们开放了文学公园 另外我们六栋馆设 其中五个馆设也已经营运一年多了 很受市民朋友还有亲国各地的朋友非常喜欢 最后我们文学餐厅的部分就即将要开幕 这个餐厅的名字叫丽舍 所以它的食材没有很贵 在地作家廖玉惠亲自下厨烹调拿手菜 邀请大家一起品尝书香味 以日治时期三大师舍之一的丽舍延伸为名 结合多位作家的生平故事 开发出各种套餐 像是陈千五套餐有梅干蒸肉卷 杨葵野菜咸派 蕴含着早期农村独有的生命力 那其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象征陈千五老师 跨越不同的文化 而且在被不同的文化去捆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另外呢 因为陈千五老师早年在南洋当兵 比如说他写聂旅饭的时候 那些故事的经历其实非常非常的深沉 所以我们用梅干菜这件事情来去做这样的比喻 比喻他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所以就是用一个文学家的生平去创作出一整套的一个料理 作家名字变成文学餐 目的是希望民众对作家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也希望能提供给台中文学家一个温暖舒适的活动场域 为旧城区留下更丰富的文学面貌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